因为偷情闹上了全国的版面 她是一名越南籍的看护 重点不在于她偷情 而是她偷情的时候呢 把她要看护的86岁阿嬷 独自丢在这个汽车旅馆的车库里面 她自己跟两名男友上二楼寻欢 但是车库里面又闷又热 这个老太太一个人在这里面三个小时非常危险 事件曝光之后呢 虽然这个阿嬷的家属呢 决定这个宽宏伟大要原谅她 不过她自己觉得太丢脸了 竟然一度这个落跑 现在一去不复返 一句对不起 在汽车旅馆循环把阿嬷丢在车库 事件曝光后 33岁越南籍看护 内心愧疚非常懊悔 时间回到4月1号 照片里这名女看护瞒着雇主推着阿嬷 和两名男子来到台中这间汽车旅馆 还准备临时饮料 一群人上楼开房间 时间长达三小时 而老阿嬷就这样子 一个人在车库里苦等三小时 右门又热 连汽车旅馆员工都看不下去 没有开车库 没有打开车库 大妈在那边不会闷 会闷所以我们小姐才就是 把她开一个缝 让她通缝 选择汽车旅馆 就是要把坐轮椅的老人家丢在一楼 方便到二楼开房间 业者还爆料 一个月内已经来了三次 可不应该啦 不应该这样子放那老人在楼下 她在里面办事啦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也受证明嘛 这名越南籍看护 照顾阿嬷已经有七年之久 东窗事发后赶紧和家属道歉 但当天晚上把阿嬷推出门外后 却又打电话告诉家属 因为觉得自己太丢脸 无法再继续工作 不过突如其来落跑 这名外籍看护恐怕已经触法 众力学院台中综合报道